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在路上 随着现在的就业压力不断的加大啊 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了创业也是一种就业 但是创业呢 往往有一些特质 比如说三高就是高风险 高难度和高不确定性 一言以蔽之啊 这三高可以概括为一高 那就是高失败率 那么很多创业者都关心一个话题就是 如何能够尽量的规避创业过程中的风险和失败 从而让自己紧快的决得第一桶金呢 针对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 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的嘉宾 那就是牛文文老师 欢迎您 首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牛老师吧 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很熟悉您了 牛老师呢 是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编 同时也是中央电视台年度十大经纪人物的评委 2008年牛老师自己创办了创业家杂志 所以说呢 他可以是对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非常的有发言权了 那牛老师 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 创业者需要有哪些特质呢 我们有一句口号叫人人都是创业家 你身上一定有一种基因 但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唤醒 或者你身上有一种冲动 但是你可能不定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它 创业是人一生的一个梦想 和平时期 人我觉得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创业 创业的成功率 或者是创业指数 每个国家的国民 这个适临的劳动人口做分母 每年能够开始成功创业的人做分子 这个叫创业指数 这个创业指数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比值 有不同的走向 学识解释的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 这个创业指数还在平缓的上升 每年创业的人还是有那么多 但在一些陈处的经济体 比如说欧洲 日本 没有那么多机会来开始创业的 当一个经济体太过成熟 机会就特别少 上升的通道是封闭的 我经常说此生 此时 此地 就是说此生是说在座的大家 我 你 他 此生 此时 说生在这个时候 实在这个时候它不行 这几年别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中国 我们的父辈或者我们的祖辈 有比我们优秀的地方 但是他们一定没有机会创业 那个是个炸乱年代 或者是一个市场积极的年代 你只能做劳动者 不可能有机会创业的 在中国现在大概是 我觉得应该是 两三千年来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有机会 我们从这个地方 side 全球都在这个地方 你们都没有专门 但是我终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